美國目前已經送了烏克蘭一千兩百億美金了 這些錢全部都是美國納稅人的錢 要知道的就是 美國政府沒有賣任何的產品 沒有任何的服務 可以促成收入 所有美國政府的投資全部都是在賠錢的 送給烏克蘭的錢 絕對沒有任何一點意義 而且也沒辦法真正幫助到烏克蘭當地的居民 沒有任何的報酬 只會促成世界大亂 讓普丁更有理由繼續打烏克蘭而已 甚至發射核彈 不管怎麼樣 哲連斯基他們的確是收到錢了 他在一場訪問當中被問到說 對於那些反對繼續送錢給烏克蘭的美國人 你有什麼話要對他們說 他回答 今天各位聽完之後可以來下面討論一下 美國在外交上面為了面子撒大錢 自己國家的基礎建設 兒童教育 不但荒廢甚至是在自殺當中 但是 我們還是有希望的 美國還是有一半以上的人 保守著傳統的價值觀 基督教的價值觀 有一名高一的學生走上了校董會 揭發了美國公立學校的醜陋的事實 做了很多教育人士 老師甚至父母都不敢做的事情 就是說實話 講到說實話 就必須要提到美國假新聞最多的CNN了 這個假新聞製造機 特別請來的這個左派來賓 Nina Turner 要來一起指責川普在俄亥俄州作秀 結果沒想到 Nina Turner是從俄亥俄州來的 反而指責了拜登政府 導致CNN的主播不知道怎麼回應 在我們開始前 請你去我們的網站 loveainews.com 或直接到下面參加我們Coffee的會員 直接來支持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這個頻道是100% 由你這個樣子的觀眾來支持的 我們需要自己的媒體 我們需要真正的使用聖經的角度 來看現在發生的事情 翻轉這個時代 需要由你跟我一起努力 而且堅持 所以請加入我們的會員 還有幫我們按讚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最重要的是分享這個影片 如果你也想要一起抵抗我們的文化價值觀 不斷地被左派侵蝕的話 分享這個影片 當這個新聞頻道的後盾 加入會員之後 你不但可以直接來支持我們的事工 而且你還可以參加我們Discord的聊天室 Discord聊天室 是只有會員才可以加入的 裡面我們會有固定的課程 現在的課程是 如何當一個聖經當中的男子氣概的男人 好像是最後一個禮拜了 OK 我們三個人也主要會在Discord裡面聊天 因為裡面絕對都是支持我們 然後跟我們有同樣價值觀的人 不然就不會加入我們的會員 因為來看節目的人很多 想要來嗆聲的 然後刷存在感的觀眾也很多 我們最希望就是 大家可以使用我們的平台 讓大家可以彼此認識 萬一真的有緊急情況發生的時候 至少我們這群人 是跟你有同樣價值觀的人 你絕對可以跟我們一起度過難關 特別是現在國際情勢這麼不穩定 所以請各位加入我們的會員 會員則可以現在就去Discord 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是Ed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前幾天這個世界的英雄 烏克蘭的總統 澤連斯基上了一個訪談節目 還是他們國家的一個什麼 不知道 被問到他對於那些 不願意一直白白送錢給他的國家的美國人有什麼看法 沒有錯 經過一整年美金大放送 竟然有美國人不願意 這些人簡直就是 親二啊對不對 普丁的走狗 莫斯科的發言人 沒錯 如果大家有看我們的節目的話 就應該知道 我認為普丁在俄羅斯他們這個 上面這個 國情資文說的很多假話 但是我對於他指控西方 不管是LGBTQ的議程 還是摧毀家庭 摧毀信仰那些 我其實是非常同意普丁在說的那些東西的 那 我也同意普丁說 我不認為說美國應該繼續 在烏克蘭撒錢 美國的革命也是去貸款的 孫中山的革命也是去貸款的 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要賣武器給烏克蘭 但是他們要自己願意付出才可以 只有共產主義的革命 才會認為說所有東西都是免費的 所有東西都是應該的 那對於我這個樣子的美國人 哲連斯基是非常有意見的 以下是他對我這個樣子的美國人說的話 你會說你的信號是在歷史上的年紀 給這些美國人 謝謝 我會想要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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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美國人 那些支持在烏克蘭 在公司,在总统,在电视频,在农党,在农党,在所有人, 在我们支持。 这些人,如你所提及,都会增加,我只能告诉他们一件事。 If they do not change their opinion, if they do not understand us if they do not support Ukraine, they will lose NATO, they will lose the clou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y will lose the leadership position that they are adjoining the world, that they are adjoined 因為我們在享受同樣的事情嗎? 可能,我不知道,我們有在賦稅,美國的稅,你有嗎? 或許吧,美國人或許跟世界上很多的人有類似的喜好,我們每一個國家都應該發錢嗎? 美國已經把所有的納稅金幾乎全部都送給烏克蘭,送給你了,你覺得還不夠嗎? 我們可以知道,一個受害者永遠不會滿足,永遠都覺得別人欠他們的,而且一個政府,一個政權永遠都會覺得人民保護他們的政權是理所當然的 你對於那些反對繼續送錢給烏克蘭的美國人有什麼話說? 我覺得啦,如果說他是要錢的話,如果是我的話,雖然以下我講的東西,我自己都不相信 我認為應該說的就是,保護烏克蘭其實就是在保護美國跟美國本土,美國的利益跟烏克蘭的利益是緊緊相關的 如果沒有烏克蘭的話,普丁就不會停止侵略,會把整個歐洲一下全部吃掉 世界大戰對誰都不好,所以美國人支持烏克蘭的話,其實就是在幫助美國自己 之類的東西,雖然我知道這全都是胡扯,如果說俄羅斯可以輕鬆的吃掉整個歐洲的話,普丁早就輾過去了 根本不會在烏克蘭這個領域去呆著 但是,澤連斯基這個人,連假裝都不願意假裝 連假設美國的國土安全跟烏克蘭有關係都不願意假裝 反正是在那邊說,我們喜歡的東西一樣啊,我們有同樣的愛好啊,對不對? 什麼愛好?衝浪,打高爾夫球,還是喜歡亂花別的錢,還是什麼? 去教會,I don't know 然後他說,美國會失去Clout,政治層面的影響力 美國會失去國家的影響力 So,所以咧?所以我們就應該要花幾千億去買影響力 影響力值多少錢?影響力在這個地球上要怎麼計算? 還有,為什麼我們要在乎美國的影響力?在乎面子能幹嘛? 我忘記之前是李嘉誠還是馬雲之前說過 當放下面子賺錢的時候,說明你已經懂事了 當用錢賺回面子的時候,說明已經成功了 當面子可以賺錢的時候,表示你已經是個人物了 當一直在那邊,停留在喝酒、吹牛、睡懶 啥也不懂還裝懂,只愛乎所謂的面子的時候 表示說你這一輩子可能就是這個樣子了 我們得到面子的方式就是一直丟錢,丟一堆錢出去 我們對於國際的影響力,就是用買的 聽到這裡,我實在沒辦法想像 為什麼還會有人支持美國繼續丟錢給烏克蘭 我們剛剛才聽完烏克蘭總統給我們的答案 他最好的答案,ok 而且他連假裝都不願意假裝 這些錢是要來幫助美國人的,是為了美國本土的 他剛剛說的東西其實就是在講說 美國應該繼續給我們錢,因為 我們很想要這些錢 所以美國政府應該要強制的 把美國人的這個納稅錢送給 澤連斯基,我 我也覺得他最後一句話說的很好 就是如果我們不支持他的話 我們將會失去烏克蘭的支持 so 烏克蘭什麼時候支持過美國 烏克蘭為了美國做了什麼事情 美國每年在外交層面丟了好幾億給那些國家 那些國家為美國做了什麼事 答案就是,什麼都沒有 那各位知道為什麼我今天會把 澤連斯基這個影片拿出來放嗎 其實不是因為我想要來罵烏克蘭或在那邊發牢騷 澤連斯基的一席話告訴我們就是 錢是買不到尊重的,錢買不到敬畏 美國之前為什麼可以強大 是因為美國的美好,別人羨慕的 美國是自由的,美國是良善的 美國的憲法是建立在聖經的基礎上的 建造一個最有道德,最有美德,奉獻最多 最繁榮,最快樂,最良善的國家 很多國家想要變得跟美國一樣 所以使用美國的憲法作為基礎 來當自己國家的憲法藍圖 希望自己的國家也可以變得跟美國一樣 這個才是真正的影響力 這個才是真正的親和力 這個才是真正的力量 而且當基督信仰,道德,美德的軟實力健全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創造出足夠的財力 來打造美國的硬實力 基礎建設、軍事發明、創新 現在美國的文化輸出全部都是什麼 LGBTQ、變性人、變裝皇后、濫性、墮胎、吸毒合法、破壞家庭 這個時候的美國,一點影響力都沒有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花一千億去烏克蘭購買影響力 跟一個ノニノコル一樣 的確,這個國家還有一半以上的人 想要翻轉美國 想要讓美國重新回到憲法 重新回到就是神給美國的方向跟命定 但是我們的國家卻在打壓這樣的思想 我們的政府封鎖所有關於信仰的言論 我們在建造出更多跟 澤連斯基一樣共產主義的受害者心態 這個時候的美國 沒有影響力 我覺得反而對世界是一個好事 所以我不是針對澤連斯基 我也不是針對烏克蘭 我是覺得連美國自己本土 都不應該繼續發放這些社會福利 我覺得美國要重新回到聖經 而且了解神的價值觀 如果我們的文化輸出不是正面的 還不如不要有任何影響力來得好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 星期一的時候有一個影片爆紅了 他是一個高中生到了他們的校董會 美國是一個非常棒的國家 這是一個land of the free,home of the brave 自由之地跟勇者之家 但是卻因為有很多的左派 導致整個國家的正義方向被扭曲了 這位高中生是九年級生讀的公立學校 我很確定他讀的公立學校 跟你城市的公立學校差不多 都是很左派的 所有東西都是被教師公會控制著 英文、數學都沒怎麼教 一天到晚就教什麼 種族歧視、性別歧視、性教育那些東西 然後這位學生他就去校董會 上台講了一段話 我覺得如果今天他要參選國會議員的話 我會選他 14歲而已 我會聽聽看 他也會選擇 他會選擇多次的角色 像是 Latino Asian 揮傷多次 他們也會選擇 但沒有一次 他會選擇 一名的名字 人選擇 或人子 我會選擇 我會選擇 我不是說他的名字 但他會選擇 他的名字 他在每個大人 都在每個大人 都在每個大人 而他們 他會選擇 他都很重要 他也會選擇 我认识到我们认识 socialism是比较革命 他也有一个优秀 他也有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在他的教堂 我认识了几个教授 我认识他们说他们认识他们 他们只想说他们认识他们 他们支持我站起来 但他们不能说他们在前面 因为他们被控制了 或失去职业的职业 现在,由于这些例子我提及 而且更多的我认识 我认识这五-minute speech 我认识到离这个地区 继续学校在学校上 但我永远会不断认识 每个人都会有价格 无认识他们的肌色或自己的信价 我认识你会不会说 我认识RHS和Dixt 196 谢谢 对 是不是 年轻人们 不要小看你们年轻 为了正义的事情 为了正确的价值观 不要妥协 不要屈服 你们可以做到 这些大人老人做不到的事情 这个十四十五岁的学生 展现了非常清晰的方向 认知 成熟 还有勇气 不只是跟他的这个 十四十五岁的同学比起来 甚至跟那个学校的老师比起来 都还要勇敢 还要成熟 他说 有些老师会跑过来跟我说 对 我也同意你的观点 我也觉得你说的是很对 但是 我不能这么说啊 我还要继续工作 我才不要被开除了 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一件事 一个老师跟着一个学生 说 嘿 十五岁的小孩 谢谢你站出来 说这些我都不敢说的事实 我都没有勇气做的决定 这个学生的行为 对保守派来说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基督徒要怎么翻转时代 就是现在 有没有妈妈或者是爸爸在乎自己小孩教育的 现在就是我们可以推行这些法案的时候 打击左派的洗脑的时候 那为什么我们应该要推行择效权呢 因为民主党 左派需要公立学校当他们的工厂 择效权是可以直接损害这个工厂的方式 而且这个工厂非常强大 因为每一个教室 其实都是一个水晶球 告诉你说你二十年后 你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 教室就是一个建立小孩大脑的地方 如果你跟我一样住加州的话 选择homeschool 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 找到你学区的校董会在哪里 然后参选 常常里面是没有人竞选的 左派那些丧心病狂 随便放什么 放一个西瓜都会在那个校董会里面 在政治层面 如果我们不主动攻击的话 我们就是会被动的防御 就像一个公司一样 任何人有自己建立公司的话 基本上都会知道 公司持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一个公司要不然就是成长 要不然就在衰退 很少公司会一直维持现状 不是成长就是衰退 要不然就是往前走 要不然就是往后退 所以趁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 站上去掌权 我们才能做到正义的事情 让更多的年轻人 可以像你那个小男孩一样 让他有机会去找更适合他的教育机构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切断左派控制我们的公立教育 这个样子 我们才可以夺回我们的公立教育 让我们的小孩 可以去学那些真正的事实 还有真理 然后你的小孩也可以跟那位高中生一样 去一个基督徒的基督教的学校 把持真理 道德 价值观的学校 那天我访问了 Gary Katz 还有 Troy Newman 的影片 得到了很棒的回应 我个人非常喜欢那个影片 其中 那个 Pastor Troy 他说了一句话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 站起来的话 拒绝罪的话 邪恶就会逃跑远离你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因为左派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我们基督徒想要什么 想要传达什么 他们就一定是做一个相反的事情 简单说就是一切反向操控就对了 希望川普可以试试看 如果他出来发出声明说 我支持空气 我支持新鲜的空气 不知道这些左派会不会反向操作 然后开始把塑料袋放在头上之类的 这个理论在右派里面比较有可能 常常左派会说一些东西 然后保守派会觉得说 这些人说的其实蛮对的啊 例如像我之前讲过那个 Bill Maher 还有那个 还有之前很多保守派说的是 保守派的那个 那个变性人 Jeffrey Starr 当他们说的很正确的事情的时候 保守派就会为他们鼓掌 今天又多了一个例子 她的名字叫做Nina Turner 她对于这次俄亥俄州这个火车出轨 然后化学毒物外泄造成污染的事件 做出了评论 她上了CNN 然后让整个节目所有人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 Nina Turner, you are a daughter of Ohio I know you've been to East Palestine Do you think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doing enough? No,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is not doing enough I'm not pleased with Governor Mike DeWine who actually drunk some of the water giving people confidence that that water is okay when in fact The EPA didn't do the deepest dive that they can do to deal with the carcinogens that are there the air, the water And I got a chance to talk to some of the people And one lady that I talked to She said I never want to see another vehicle carrying chemicals Come through my community again And so while you have some of the GOP side saying less government You have the residents of East Palestine saying that government is not doing enough And they have been not just them They have been failed by subsequent many administrations It's not jus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t was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Now it'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So now we have the facts They out there The NTSB said this could have been avoided The thing is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to solve the short term and the long term needs of the people And then just one more point For the neoliberals who say that the residents of that area deserve what they are getting Because they voted for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It is abhorrent This is about poverty This is about poor working class white people Who are enduring some of the same things that poor working class black people endure Whether it's Flint Cleveland or Jackson Mississippi And so I want to lay it out That the cultist behavior in politics right now It is a sin and a shame That when people are suffering to this magnitude You got people who will fix their mouths To quote my grandmother To say that they are getting what they deserve What they deserve is clean air clean food clean water They deserve relief Both in the short term and also in the long term Well. 沒有錯 Nina Turner不是一個好人 她是民主黨人 OK 她有很多政策和方向,是完全不跟式的 是我完全不同意的 除了有少部份的民主黨人 願意出來承認事實 至少有少部份 至少有一些民主黨人 願意指出來這些 楯 Nem 非常愚蠢的政治爭論 她剛剛那一段言論講到的就是 上一期節目講的那個 ervi be hay坂爾的那一段 上面 nihil be hay坂爾基本上就是你在講說 你們這些人活該 你們就是該死,因為你們投票給川普,所以你們現在沒水喝寵物死光都是你們製造的 Joy Behart 其實不是唯一,例如像這位Adam Wren 的推文 事發之後他就放了這些照片,簡單說就是這些人,就是愛共和黨的人 愛神、愛槍、愛川普、拒絕大政府、拒絕聯邦操控 所以這些人吸毒氣、喝毒水都是應該的啊 基本上就是那種貴族主義跟優生學那些諾尼諾摳魯會做的事情 至少這次Nina Turner願意出來說一些事實 沒有跟著所有的民主黨的左派議程走 所以這次在俄亥俄州的這個災難真的顯示的非常清楚 這些在掌控權力的、在使用權力的是怎麼樣看我們的 對我們,他們是沒有任何他們每天提到這些同情心、同理心 他們認為說我們是活該的、該死的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人在支持川普 只要美國有任何地方發生災難 他總是第一個到現場,第一個想辦法解決 就算是反對他的大學城或是極左的紐約或加州 他都會親自的到現場處理 而不像左派他們的行為 常常把我們罵的不是人 然後如果說真正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就說我們活該,乾脆去死一死好 好像只要不投票給他們,就是社會的敵人一樣 Giovanni Gentile,這個軍國主義的作家 在他的書上寫到就是 所有的人都必須完全成為政府的一部分 如果有人是政府的社會以外的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以下就是民主黨認為沒有必要存在的人 他們對方的個民眾都封來尊得指出 反正之,他們也尤其是馬上了 而是在民眾 blades方面 這次的民眾大部分 都沒有人能夠喝的 他們現在 tag汁人家 這是這些事情 這就是這件事 在國父道中 南風,Southern 他們每個都道不僅存在這個方向 他們值得這個方向 他們要這個地方 他們寅我們來這裡 他們在由我們房子 他們都來個保養 他們何年5或10年後 還是往今 事情運動 他們在行為任何事情 他們會賠錢 他們對這些人在任的 不 matter whether we're here or not we're just ants to them industrial accidents can be prevented every industrial accident that's ever happened in the country can be prevented preventative maintenance Trump in 2018 there was a I get the policies the policies weren't great that's fine and you know what if Trump has to take a little bit of the blame I'm good with that but you know what this administration has had the House the Senate the presidency for the last two years they changed a lot of policies day one day one they imposed a contract in Stockfield rail workers from striking I mean tell me a little bit do you feel like the rail workers should have struck? absolutely they should have because of what has happened if Donald Trump is in power right now what kind of things would you expect him to do to make a situation like this right? well it's not about what I would expect Donald Trump to do it's about what I would expect the leader of our country and if Donald Trump was here to do something if he was the president I would expect him to do the same thing that Biden would do and that would be to come in here and fix up what needs to be fixed up we're not wealthy we're not the top 1% but we just want we're not after for money we're after for fixing so we can stay where we've lived forever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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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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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w the worl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